通过路口准备超车 还能明显听到引擎声相当刺耳 骑士一时兴起觉得好玩 把车头一抬耍帅撬过脸 而且短短的路程不止炫技一次 甚至升爬还有很多车友 疑似集体在马路上竞速 有人心惊新北市新店北一路时 目击这一幕很紧张 就怕一不小心连自己也被波及 只是证明骑士的身份引起热议 有人一眼点出 她是重机界小有名气的北一借过姐 而会有这个称号是因为 她喜欢狂催油门压车超速 但到底是不是同一人 其实从车型猫耳朵安全帽 还穿着短裤配黑丝 拥有逆天长腿 看起来确实疾分相似 而且警方调查车主是一名冷姓男子 男版女装的借过姐小名也叫冷冷 姓氏一模一样 不免怀疑可能就是本人 但实际到底是谁 恐怕要等她自己倒案说明才能真相大白 但这样的行为让民众透皮 一颗老鼠屎坏了真锅舟 后续警方将会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 36000元以下罚还 甚至6个月不能上路 毕竟当街炫技 自以为好帅 却可能造成别人受伤 TVBS新闻黄金光源身份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